突厥是曾经活跃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 强盛时期是南北朝中期到唐朝中期 曾经建立了突厥、东突厥、西突厥、后突厥、突骑狮等强大的韩国 突厥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造文字的游牧民族 是突厥人将苏特字母引入了蒙古高原 对蒙古文满文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民族起源上史料并没有留下多少线索 这使得人们对突厥的来源争论不休 那么突厥人到底从何而来呢 关于突厥的来源 中国古代的史料主要有五种说法 分别是海右伊犁说、墨北索国说、海参印翼说 平梁杂胡说、高昌北山说 记载于北史、周书、有阳杂祖、隋书 著名的突厥史学者薛宗正 在突厥史中将这些史料进行了汇总整理 最终得出了几条重要的线索 一、其父系元祖曾与亡国之变 兵险移民兴亡数议 二、发生过复杂的民族迁徙 三、父系图腾为牛 而其不求的固有称号为布、都、舍 四、母系奉狼为图腾 固有狼妻、狼母传说 五、都认阿什纳氏仙士曾与奴存在某种联系 北史记载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 独为部落 盖匈奴之别中也 姓阿什纳氏 也就是突厥起源于中亚西域一带 曾经被匈奴统治 而周书记载 突厥之先处于锁国在匈奴之北 北史和周书的记载算是非常矛盾的 但是薛宗正将之结合起来 认为突厥的母族来源于匈奴北部的丁灵人 而父系来源于中亚的塞种人 根据有羊杂祖记载 突厥之先曰 摄魔舍利海神 神在阿什德库西 摄魔有神意 又根据契该松笔的记载 铁勒契壁部 其祖为海女之子 生于墨北 居乌德建山 两者都提到了海神 薛宗正认为 这里的海就是贝加尔湖 是丁灵人生活的地区 而阿什德氏则是突厥母族的来源 在魏晋时期 墨北许多幽母民族南下涌入中原 其中有相当部分进入河西走廊 史书称为杂湖 而突厥的祖先 也在这次南迁的浪潮之中 随书记载 突厥之先 平良杂湖也 姓阿什纳氏 为太武皇帝灭举渠氏 阿什纳以五百家奔茹茹 市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公 金山行似都谋 俗号都谋为突厥 因以为号 也就是说 北梁被灭后 其残余势力西迁到了西域 其中一部分杂湖 到达阿尔泰山一带 他们为柔然锻造兵器 成为了突厥民族 根据北史的记载 突厥祖先在迁徙到金山之前 还长期居住在高昌北山一带 狼逆其中随生石南 石南长外托其运 其后各为一姓 阿什纳记其一眼 实际上这里的石姓 就是突厥的十大部落了 综合各种史料 基本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突厥发源于蒙古高原北方的锁国 这里是一个大湖泊附近 后来阿什纳氏跟随匈奴南迁 并成为了北梁的民族之一 北梁西迁后 突厥随之西迁 在阿尔泰山一带 突厥通过锻造铁器强大起来 发展为了十大部落 史称石剑 在过去 还有很多史学者 试图通过语言 来探究突厥人的来源 不过严格来说 突厥语是一种语系 是很多民族都使用的 一个相近的语系 欧美的史学家 就往往将说突厥语系的民族 都称呼为突厥 但是中国的史料 却能够区分突厥 和其他使用突厥语系的民族 学宗正认为 所谓突厥语系 也并非是突厥创造的语言 而是铁勒人创造的 的确 突厥在发展过程中 兼并了大量的铁勒部落 因此 突厥人也基本使用的是铁勒语 而铁勒则是叮铃人的后裔 回湖则是铁勒侯裔 后突厥时代 突厥引进了苏特文字 来拼写这种语言 使得幽牧民族首次拥有了文字 此后 这种文字就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 被大多数的中亚民族接受 于是这些民族 纷纷成为了突厥语族 例如土耳其人 也就是中亚的乌古斯人西迁 而形成的突厥语族 但实际上 他们并非突厥人 丁灵溪民族 是长期生活在贝加尔胡一带的民族 他们的外染色体 主要以N为主 人类学者 对西伯利亚的亚库特人 进行了DNA检测 发现其外染色体N3比例 高达94% 亚库特人 是古力干人后裔 说突厥语 欧洲人物以为 他们是突厥人 在蒙古崛起的时候 古力干人 被迫北迁 形成了亚库特人 由于突厥使用的是铁勒的语言 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 突厥起源于贝加尔胡一带 包括学宗正 但我认为 突厥人说铁勒的语言 也可能是因为 突厥扩张的过程中 兼并了大量的铁勒部落造成的 因此 这个还不能证明 突厥和铁勒 同出语言 只能说明 突厥接受了铁勒的语言 DNA检测遇到了大麻烦 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崛起 科学家可以通过 检测基因的方式 来解读一个人群的来源 使得历史谜团破译了 而突厥曾经在历史上如此强盛 其DNA信息 也成为了各历史学者 关注的对象 人类学家可以检测 突厥时代 漠北的各种墓葬 以检测 突厥民族的来源 但是需要注意 漠北本来就是各种民族 融合的地方 这里有C、N、R、Q、O 等主要的单倍群 这里的人群检测出 哪一种基因 都不会奇怪 因此 检测各种突厥时期的墓葬 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因为人群早已融合了 况且 由于柔然和铁勒 之前在漠北强盛 我相信 突厥时代的平民富系 单倍群 也是以C和N为主 如果要搞清楚 突厥阿什纳氏的来源 那就必须要检测 阿什纳氏的墓葬DNA 问题就来了 突厥阿什纳氏在历史上 都是实行火葬 骸骨根本没有留下来 所以 想检测 阿什纳氏墓葬的DNA 基本是不可能的 目前 科学家已经检测 匈奴 鲜卑 契丹 蒙古等民族的 王族基因 也就是突厥无法检测 留下了遗憾 2022年 中国的科学家 成功破译了 阿什纳皇族的DNA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穆干克汗有一位女儿 嫁给了北周五弟 宇文雍 后来和北周五弟 埋葬在了一起 骸骨也就保存了下来 复旦大学 对阿什纳皇后的DNA 进行的检测 这是世界首次检测 突厥王族DNA 其结论 是其基因起源于东北亚 和东湖民族 共享更多的基因 但是 女子只能遗传 X线粒体 无法遗传 Y染色体 这只能证明 此女子的母亲 和东湖民族 有血缘关系 可能是突厥和柔然 鲜卑等 通婚形成的 无法证明 突厥的父性 来自于哪个群体 因此 DNA检测 依然遇到了大麻烦 那么 还有哪些方法 能够检测 阿什纳氏的 歪染色体呢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 突厥王族后裔 进行检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唐朝 许多阿什纳氏 投降中原 改姓为了史 因此 中国有一部分史氏 是突厥后裔 但是 基本所有家族的家谱 都会说 自己的祖先 来自于春秋战国的史冠 所以这个 已经很难去辨别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